陳生 我都想問一下 為何今天這副打扮來參加這個人 因為這套面具代表著一個理念 這個面具代表著我們人民的一個信念 我們不會因爲一些這樣的法例而恐懼 我們不會因爲你立一些這樣的惡法而去不站出來 因爲我們的信念就是我們爭取著的東西 我們是需要自由 我們需要真正的文字 那怎麽看11之後開了窗 這兩天又立即要立這個更加法和蒙面法 這個都是受到爭議的法律呢 政府是這麽去做 我覺得政府是想進一步打壓我們的言論自由 進一步打壓我們所有本身應該享有的權利 集會的權利 我們去表達我們訴求的權利 而透過這個蒙面法和透過這個緊急法 它是繞過了所有正式正當立法的程序 想去加速地立這個蒙面法 我們今天站出來就說我們不會害怕這件事 而我們的訴求從來都是這麽清楚 我們不會讓步 因爲這個是我們應有的權利 應有我們應有的自由 另外我們見到市民除了五大訴求以後 變成六大訴求要求解散警隊的 那你知不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制度上的一個問題 因爲可能當初大家會覺得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可以調查到所有裏面的黑暗一些內幕 但可能到你過了這麽多個月 你會發覺原來裏面所發生的事情 不是想像中那麽簡單 可能或者大家會有這個訴求 因爲是覺得所有東西要重新來過 要由零開始鞏固這個制度 才可能會有希望 所以就可能會出現了這個第六大的訴求 那見到民眾現在的那個情緒都是比較高漲的 雖然政府想要令到你們不上街 但見到今天都是很多人站出來 你覺得這個是什麽現象呢 還有見到十一很多都有講 就是天滅中共啊 拘捉共黨啊 你覺得這個是什麽訊息的 我覺得這個訊息是 首先你見到這麽多人站出來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的意志很堅定 大家的理念很堅定 不會因爲一些白色恐懼 不會因爲一些打壓的手段而去害怕 不再站出來 因爲大家都知道爭取的是什麽 大家都知道假如我們失敗的後果可以有多嚴重 所以你會見到就算這麽多天來 這個運動發生了這麽多天 或者這麽多不同的政治上的打壓 都仍然會有人站出來 那你們怕不怕共產黨的打壓 我覺得怕一定會怕的 但是不可以因爲懼怕而不做一些應該要做的事 或者你認為應份的事 或者因爲懼怕而不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 你不做錯了 不要去… 不要去… 市民資訊源 新聞資訊自由和認商自由和合法公司 為二零很誇張 在社會中央交易和認商 中央交易法公司 這個委託也不做錯了